这可不是赌场老大再推添酒牌 照片中间竟然是中山分局侦查队长林洪基 他到富豪招待所喝酒喝到满脸红通通 还大玩添酒牌 扯的是旁边负责洗牌的 也是新北市行大侦查小队长 高街警官喝酒赌博 警大校长陈泽文遭报 跟黑道到招待所开趴同欢 陈泽文硬扯有勤修任务 但仅这属一巴掌打下来 说陈泽文根本没报告没报备 谎言立刻拆穿 同样到招待所侦查队长立刻被寄过拔关 但为何警大校长的陈楚却迟迟没下来 更有人讽刺为了胜选 蔡总统都和曾有天道蒙背景的人站一块 陈泽文和过去的天道蒙脚头吃饭 陈楚当然下不来 这跟蔡英文一样 直接把黑道头子变成他的英系的老大 国策顾问也给他做 就是有样学样上梁不振下梁歪吗 蔡英文在讲跟黑道跟结要怎么样 其实民进党黑道遍布 民进党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黑帮 当总统口中喊反黑 这些黑白和谐开趴同欢赌博的画面 让全民看呆 接下来为林玲璇台北报道 海华XO干贝酱 这一罐很厉害很威好吗 它的蛋白质呢 是鸡啊牛啊虾的三倍 这么好的干贝酱要去哪里买 是我们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电商的网站 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咯 好 希望大家爱用咯